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在上海浦东的原神体育馆 为大家介绍的2008年李宁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今天正赛进入了第三天 进行的是八进四的比赛 接下来将要看到的是一场混双的争动战 这场比赛由穿着深色运动服 黑色运动服的中国队的鱼洋和何汉斌 这对组合 迎战韩国队的奥运冠军李龙大和李孝珍 画面上大家看到的男选手是中国队的何汉斌 他现在是八一队的选手 他的搭档鱼洋是刚刚获得了奥运会的女子双打冠军和混双 两个人合作获得了同牌 鱼洋是来各辽宁 这场比赛场上的有三个队员都非常的年轻 特别是像韩国的李龙大 他是1988年出生的 在仅仅20岁的年纪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 他的搭档李孝珍的年龄到比他要大几岁 作为女选手 大家画面上看到的韩国队的女选手就是李孝珍 他是韩国队的一个老队员 从新年奥运会之后就是韩国队双打的 鱼子双打和混双的主力 那李龙大呢是在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 他参加这个比赛才比较多 逐渐成为了韩国队男双和混双的主力 他的男双水平和正在成搭档 这一队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应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李龙大都是不管是混血的 还是在南双都是中国甚至在其他国家的主要对手 他们分别是今年北京奥运会的混双比赛的冠军和第三名 但是他们在奥运会的时候没有碰到 没有相遇 李龙大李孝珍是半决赛应该说是一个大翻盘 其实那个形势一般来讲是挺难翻的 他们胜了林培雷和玛丽莎 然后在决赛呢是整场都占有上风 胜了反而是印尼的更强的一个诺瓦和曼西尔 也是印证了中国那句老话 淡淡不死必有厚福 对 好现在双方的比赛开始了 先是鱼洋发球 这球放网的质量比较一般 李龙大这个选手他尽管在打混双的时候 作为男选手一般是在中后场比较多 但是李龙大呢他的强往非常的突出 而且他的搭档李孝珍又是一个身材比较高的女选手当中 所以两个人经常会打成李孝珍在后场 李龙大在前场 中国的混双组的两位教练 陈兴东和贺向阳 他们在奥运会之前呢 这两位教练要兼顾男子双打 在奥运会之后 因为我们有很多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都加入了 冠冠网组队的教练队伍 但经过这个教练组的调整之后 现在陈兴东和贺向阳两位教练呢 是专门负责混双 片栗 доллар 三是专门负责 anim 现在陈兴东和贺向阳支援 像我样的肷物 这个最后一个球这个攻到半场 反而就把这个球攻出了底线出界 后面我们看到韩国队的双打的教练宇宗秀 从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羽毛球的五大强队吧 他们都是有传统 很多现在在教练岗位上的人过去都是世界顶尖的运动员 一样在往前的看望 看得很凶的 往后散 也是跟进的意识特别强 反正这几个球防得很漂亮 把球封住 现在刚才这个球又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一对的一个特点 李孝珍在后场有一定的攻击力 对 再加上李孟大在前半场上有风网的意识和能力 这个球是通过女选手在后场杀 男选手在前面风网就会 中铁的感觉就是李孟大在桥上非常活跃 他在各个位置也能补也能跳 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中国可能到目前为止好像比较强调这个打点啊 或者是控制节奏 所以场面上看起来比较 好 球拍断了 一样的球拍断了 我们看看他怎么博位 球线断了 能够听声音能够感觉出来 我们看到他球线断 有时候是想到谢中博 谢中博很容易把球线打断 他常常把这球拍就放在这个边上 一旦是先摆好 对 先摆好 因为球线断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对 从这个混双感觉来说 中国队当然是混双的实力也是非常强 我们的高龄张军是连续了两届奥运会的混双冠军 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混双项目 整体的这个实力啊 还是不是非常均衡 就是高水平的队子比较少 就是说像包括在张军跟高龄 在巅峰的时候 整体的水平还是比较参差不齐 因为从我们一个国家 这个羽毛球水平这么高一个国家 但是呢 在双打的项目 特别是在混双跟男双 跟其他的这个三个单向来比的话 还是相对来讲会滋后一些 特别是混双 我的感觉是 我们的女队的队员 整个实力能力 可以说在全世界是绝对是一流的 对不管是跟韩国跟欧洲选手 但是呢为什么 跟印尼啊跟欧洲啊跟其他国家打的时候 就选得非常吃力 我感觉就是在配合方面 因为在抢位 什么时候该男的打 什么时候该女的打 这个环节上面还是有一些 不是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就配合非常默契 如果能够充分的发挥两个人的这个特长 我想我们的这个混双 整体的水平会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因为我们的女队员能力非常非常强 不管攻防啊往前啊后场啊 都有很强的实力 这个球又是通过李孝珍在后场的下压 当中国队防守出球质量不好的时候 反正李隆大李孝珍这两个人的身材都还是比较高的 你再换到李隆大再往前 他作为一个男运动员这个封网 可能又给对方的压力更大 又不一样 这球发球突然的一个发到一号区 郁阳好像对他这个准备不是很足 李孝珍也是在发球的时候 手上的动作比较有自己的特点 对对方有一定的迷惑 看李孝珍的中路 他混伤的时候这个防守转进攻 或者是怎么样 女的在往前创造机会给男的在后场进攻 或者在防守的时候 怎么样在转攻的时候最佳的状态 就是你的有球赶快补到前面去 男的退到后场来进攻 这个环节如果处理的好 整个在场面上就会感觉上 节奏啊站位啊都会比较有用 看混伤的时候 常常感觉中国的运动员觉得好像 女的在后场太多 而且呢在挡网的时候太犹豫 本来应该你挡网 你就应该到往前 因为行程 女的在前面 男的在后面 是最最有力的队形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感觉自己 我这个实力也不错 我我防守也可以 所以我到后场也能攻 但是呢你因为 相比男的能力来说 女的能力还是要稍微弱一些 所以最佳的状态就是 你再往前尽量的创造机会 让男的在 男队员在后场来进攻 这个失误也比较可惜 有5位15 太犹豫 太犹豫 11比7 韩国队领先 到了第一局的间歇 中国公开赛打到这个正赛 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呢 还是掀起了一些波澜 像在此前 状态也最近还还可以的 这个陶飞克 应该说还不错 他在一个世界超级系列赛的一战当中 夺得了冠军 但是在第二轮男单比赛里面 被中国队的小将来自北京的杜鹏宇淘汰 而且比分是2比0 那么今天杜鹏宇呢 就将要迎战自己的这个 国家队队里面的十中林丹了 延续了中国公开赛这么多年吧 好像经常会出现 在某一次比赛里边 把盖德啊 陶飞克啊 李宗伟啊 这样的我们的小队员 把他们淘汰的这样的场次出现 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进行 霸球在这里龙大 龙大还是在后场进攻 没有机会把球回过去 好 这个球 平 这个球转换的阵型 非常好 过度一半 收开 控制住了一龙大的头顶 这个球他 在荷兰兵可能没有考虑 这个李孝珍的高度 这个球这个推的比较平 所以对方反封回来 而且他抢出去之后 他身后的空灯 不太可能再有人来补 对 而且他觉得这个球推出去 李孝珍应该 他觉得是主动 对 应该是主动 反正没推好 但是也能够看出 韩国队李孝珍这个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不能小事 李孝珍这个队员 因为我们到前面 也给大家介绍了 他在韩国女队 也是打了很多年了 在我觉得在06年 05 06年之前 就是上一个奥运会 周期之前 确实没觉得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从那两年开始 发现他的能力 是比较突出 在韩国的女霜里面 他打得好的时候 是应该算是一个 混霜里面顶尖的 这个女选手 对 走反冰吧 今天的这个 有很多平抽的球 放网的球 那个质量都比较差 过往点太高 有的时候 你这个打网的时候 讲究点没有错 但是速度是 有的时候比点还要重要 所以你这个速度太慢 这个点再好 人家已经站在那边等了 所以这效果就不太大 所以 和韩兵这个 要非常注意 他就是 这个意思到那儿 很明确了 就是我想通过打网 然后迫使对方 把鞋挑起来 我来进攻 但是你要考虑 要用宜光观察 对方的站位 或者他现在的 战术是怎么样 你不能说党网 老党 但是你不起效果 所以党网跟抽球 平抽球 一定要结合起来 就是这样 主要给兔曼一个手势 顺利 expectancy 发球发到1号区 这个球 攻准一拍 被对方跳到头顶 马上从主动iday 变为被动 再上 应该就是在攻的时候 你那个攻的这一块 一定要给对方有威胁 对 人家说对对方没威胁 他防守出球就很从容 而且你没威胁 你是杀个对角 对角人家回到 直线回来就是你的头顶 你移动如果不快 你就是陷入被动 现在落后还是稍微有些多 9比17 你看中国队还是场面上比较被动 你看等下打网没有人上 我们看到这个本来应该女的来上 但是我们女的总觉得相信自己呢 也有进攻的实力 我们刚刚看到欧洲队 这个女的往前冲的意思非常强 就是我打网 不管是我自己打 还是我的男同伴打 女的都往前撑 因为你一有人动 另外一个人就能够配合 如果两个人都不动 就两个人根本 因为不敢动 我的同伴不动 我也不能动 我只能守着自己的区域 因为打网的目的就是 你打完网之后 有一个人跟进 然后迫使对方不敢回放 他就要起高球 你的同伴人在后场可以进攻 否则的话你打网就没有效果 对不对 你打网了 人家再放网 你还是被动 因为你打网的目的是要 从被动转为主动 从防守转为进攻 但这时候你要考虑 我打网之后 不管是谁打 男的打还是你的打 除非说特别贴近你 你就要另外 除非这样的情况 否则的话你就要考虑 谁上网最有利 是男的上网有利 还是你的上网有利 你要考虑这种队形 没错 其实这个周到 我觉得您谈到这些 平时可能他们也会有这个意识 可能教练也会给他们再讲这些 但是在领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人会陷入一个 就是思维的一个死胡同 所以他想不到 所以这就是要我们等一会 在这个局间的时候 教练要有一定的提醒和明确 因为训练的时候 要强化这个意思 不光是有些硬性的东西 比如走位 因为你说是不是 修一下这些东西 应该是很基本 不应该在这个水平 再还要去强调这些东西 要求质量太高 像这种要求质量高的球呢 如果你打进去了 说明你打得漂亮 但如果总是打丢 就说明你打得有一些随意了 对方的局点 一样这个放完之后 这个顾自己的场区还是顾得非常好 刚才想发一个三号区 结果没有发进 这样21比12 韩国队的李龙大李孝珍 先胜了第一局 双大比赛的边线呢 是外面这个边线 里面的这根线 是单打比赛的边线 韩国队的李龙大呢 因为他年轻 而且也长得比较帅气 通过这次奥运会 还是让很多人 很多球迷认识了他 而且也有了一批 他的这个球迷 今天他也是进场地来 热身比较早的这个队员 当比赛快开始的时候 大家退场的时候 在原神体育馆的那个观众席上 也有很多人喊他的名字 就用汉语喊 李龙大也能听懂 韩文发音 那个发他名字的音的话 也是非常相似的 对 所以 现在在另外一块场地上呢 是郑波和他的新搭档 马进来自山东的 这个年轻的女选手 在迎战英格兰 英格兰的一队选手 那现在双方回到了场上 我们接着来看 何寒冰渝阳和李龙大李孝珍 在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 发球失误 一 起 双方回cas 部队 双方出了边线 中部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打法还是要凶狠一点 凶狠为基本点 就是在进攻 你可以从防守开始 但是你的目的 你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进攻反攻 或者是一开始就抓住网天的机会 如果说你太消极防守 觉得能够把对方拉开 然后轻轻松松就能反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球就很非常难打 还是要抓住 防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如果不反攻 你最后基本上 当然不是说每个球 你都会丢分 但是这概率非常非常知道 那这球还是显出李龙大 他就是脚下也是很快 其实宜阳在这个出球的时候 也是一个盯着他那边的正手的大控裆 还有推车的直线 准备好要结合 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扩展 平心而论的话 宜阳那几个球已经防得非常漂亮 李龙大进攻这么凶 他能够都防的质量非常好 而且能过度挡网 跳球都能跳起来 但是你如果没有机会 还手 你最后还是足一叠十 好球 杀对方一个中路 这球我们看杀完之后 李孝真使劲拍自己的老门 因为这个中路这个喜欢的菜 应该注意防一下 非常快 韩哥对 李孝真看到这种机会 出现的时候 他的跟进意 现在比较突出 当自己的女同伴 在往前封网的时候 李孝真在这个位置 他跟得很紧 所以你看 他这个 两个人的距离 他会很密 他不会说 留到一个大空 到时候 本来我站了 站在一个位置上 我的女同伴往前移了 他也跟着往前移 而不会就站在原地等 如果站在原地等 就会常常会发现 如果对方回球 回到女同伴的身后 那你不能够抢到最佳的位置 只能够很被动过渡过去 但是我们看李孝大 他脚步非常非常积极 跟着这个同伴的脚步在移动 同伴往后退 他也按照这个等距离 在往后退 对方在往前 同伴往前压 他也在后面跟进 虽然只有两个人 打双拿 只有两个人 但是也有一个 保持背形的这样一个 对 因素在里 那里下人员揭发球 一个假动作 推到了一个空档 现在韩国队把鱼羊拉到后场 把球 用到这个刹球 质量不高 我们看看 陈安宾这个球的 原因是又要挡网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挡网 你看的那个 韩国队已经把队形 这个站好了 所以这个球实际上 应该用抽球 先把对方先压后 你再来挡网 这个效果比较好 我说你挡过去 也不会起太大 他就挡和掉 可能用的太多 多结合一些抽压 平抽 可能就会效果 更容易出来 但是从第二局来看的话 那个 弥昂跟和韩平 这进攻还是 比第一局要积极一点 所以这一次能够解释 为什么现在 能够领线 而且得分比较顺利一些 哇 漂亮 连续两拍 这个点杀 都是很靠近边线的落点 李孝珍他的个人能力比较强 作为一个女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和这个身材 比较高大的 这个同伴一起打双打的时候 当他如果站在往前 你像李孝珍那个身高 他显得比李文大还要高 他站在往前 其实有一个不利的事情 就是他会挡住后面的人 比较强多的事情 这也要习惯的问题 如果是你讲到这个 我们就想到这次 奥运会的男双的冠军 嗯 马基斯跟亨德拉 连矮了在后面 矮了在后面 但是这个 这个他 你刚刚讲到他不利的一面 但是有利的一面在意 就是说高个在往前 封网的时候 他像个大王 嗯 就是你像个出球不好 他就前面就拦着了 嗯 那么 呃 他说高个在前面 嗯 他也拦住同伴 有的时候也拦住了对手 嗯 后面人在 矮个在后面出球 可能我也看不到 因为被对方的高个 只是在前面 挡着看不见 或者看不太清楚 嗯 看不太清楚 现在在韩国的 我觉得他有时候防守当中 利用刚才李肖珍这样的抽打 就是他明明是下手球 但是他重心低一点之后 能用上手来反抽回你 这种防守出球也会更凶 因为你从上手去抽回 觉得球速完全不一样 鱼洋这几个防守反击的意思 很强而且打的质量非常好 而且这半局领先 我们看到中国队在场上 大概都有80%以上的时间 是鱼洋站在前半场 胡亨斌站在后半场 是这样一种非常有力的站位 从他们的站位能一直保持这样 也能看出他的场上是不是主动 而且你看我看了观察这个几个球 而且整个来讲 两个点 两点我想说 为什么能够第二局现在领先 第一点就是说加强的进攻 意识很强 就是不能太消极防守 第二点就是攻的时候 这个球攻到李肖珍那里 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攻到那里 而且两个人有默契了 就是说我的同伴在前面封网的时候 马上有意思 球还没过去 但是我就密切注意到 对方的你最远方向出来的时候 所以呢这样子比较有重点 这样的往前的封网的成功率也就高了 很好 非常漂亮 现在场上的比较快 这样抢然后能推 这个推扑和放网结合起来 你不能一向网就是放 然后看你这个动作 不用想 首先中心已经往前移了 所以你效果不是很大 但是你如果结合起来 给对方的压力就非常大 这条抢车在对角 这条抢车在对角 比起内 美容大对这个球韩国队比起一亿 其实这个比分呢 我们看到双方差了这个9分到差不多9分10分 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运动员在在场上 是一种情绪的这个宣泄 对这种球韩国队比起一亿 16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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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一个半场的平抽球 可以去这个球下往 当网 这个李孝珍看你这个当网 他肯定也是有研究的 就是说对于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录像啊 或者你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观察 对于你的习惯球都非常熟悉 所以你还没有出手 他已经在往前等了 因为他并没有损失 我就是堵你当网 你如果平球过来 我的男同伴在后面 我没有 我不会丢球 但是你一旦被我判断 我就是 可能得分 对 所以我经验的运动员 他就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抢网 抢位 抢球 这种 一旦你被我抓住 我得分了 我如果没抓住 没有关系 我重新再来 双打更需要的预示 对 因为单打还是 就是大概如果水平一样的话 你还是不要随便抢 对 还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单打的话 你空当太大 对 你一旦你抢 你只顾一点 其他点没有人帮你再补 一样这个球非常可惜 已经在位置上了 而且呢 球也碰到了 但是没有打到球拍的这个点上 短拍放网 因为球没有破网 18比9 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些失误 在第二局基本上应该和大局一定的情况下 好球 漂亮 手上非常快的一个出手 也是先知 像是挡网 当对方往前抢的时候 突然发力 把球弹到对方的头顶 过底球 获得了局点 11 20 进攻位置不是很好 从我调球来过渡 然后把球 调出了底线 现在韩国队也是打到了12分 跟上一局中国队的得分一样 出现了一些大起打落 看来这个年轻运动员 还是不像上一场男双 两对都比较成熟 一对老将 一对非常成熟 所以比赛起伏会小一点 这场比赛呢 双方都起伏比较大 但是现在双打一个是 谁占据这个发抢的优势之后 很容易就是他连续得分 然后呢 就是每球得分落后一方 确实很难踢 所以包括奥运会的决赛 都出现那种 在某一局里面 一边倒的这个局 比较容易出现 你某个环节处理不好 连续中分 一下就好几分 拉开一个五分八分 你就很难再追回来 所以我们看到 男双的决赛很明显 前面都非常很接近 这是一场巅峰最绝 可以说是 但是到了决胜局 第三局的时候 印尼队一面倒 就给好像给你感觉 就整个场上 不是在一个 完全是最高水平的 在比赛 好像一个水平高 一个水平好像 根本没有反手之力 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印尼队 在最后 第三局关键的时候 他环节处理的 确实是比我们要 要周到一些 整个滑结滑 让你感觉 你根本没有 滴水不漏 你没有机会在进攻 往前你也打不了 所以你只能 你想挑 你防不住 你想再往前 跟他拼往前 可是你打不过 速度没有那么快 出球的质量 也没对方好 所以 只能是联席丢分 所以毛球比赛当中 就是在比赛当中 一个当然看你的这种状态 另外就是你的战略 战术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你的环节 速度好不好 接下来 和汉民 于阳和韩国队 李龙大 李孝珍的 决胜局开始了 于阳发球 他对角线 李孝珍根本就不往直线 那边来 对 他根本不往后退 就是一看你反拍拿到球了 他就一前一后 所以李孝珍已经在这往前等了 应该增加一点直线 对 或者你挡往里加点力 有点球速 对 要压一点 对 这时候再来挡往 结合起来 能够有效果 你们双方在场上 抢的就比较精彩 对 然后就把它调起来 控制两个底线 反共这枪 通过抽球来火击 哎呦 好球 这个球是李孝珍 在前面比赛里边有运用 他这种技术 确实给对手的威胁也比较大 也打到这个第三局 就是前两局 大家该出现的问题 可能都出现了 然后这时候都有意识了 比如说这个 于阳和汉民 在第二局增加一些平抽 到决胜局 肯定对方也注意这个了 知道你会结合起来打 这时候就看双方的实力了 真正看实力 看双方没有抓住机会 看到中国队的混伤组的主教练 陈青东 看那个头顶的步伐没有移到位 手上想花力 但是步伐没到 影响手上动作的完成 两个人压得非常快 这就是李孝珍的封网 现在他封的这个高度 让你出球会非常的难受 而且他站得呢 因为他个子很高 手也长 站在心理上就是对你这种压力 高个儿在这个时候 还是体现出一些自己的优势 你看这个 看优势也很高的点 看优大的杀球 这球显得比较着急 要求质量也会够高 差的非常高 跟随着这种杀球 消防守 加油 加油 生物有些多 生物有些多 加油 看那样 融换 对 这个融换意识很强 但是 打个队还是压得很紧 让你不能非常顺利的 就完成这种女的在前 男的在后 因为李隆大的能力 他们这两个人的能力都比较强 因为李隆大 可以看出来中国队意识还是很好 还是想 想把一样尽量的往前走 让对方一拍紧 是一拍 不是很从容 韩国队有几个发球不是特别好 是刚刚 李隆大 非常习惯 在打平球的时候 他用半蹲室 我们所谓的半蹲室 就是这样 来打平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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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实机选的特别好 你对方完全没想到你会发后场的时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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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线 防守变线 防拍的对角 中国队造成了很大的费动 但是 湖南边就把球救过来了 最后这个球还得了分 湖南边一样就逐步把比分赶了上来 比较被动 湖南边的反拍习惯性的对角现在是挺多的 所以球打到第三局 结胜局了 应该彼此习惯 朽禄 都非常 大家可能都自根自底了 这时候 这个球 比较在推球的时候可能怕出界 没有推上 没有改发力 这个推的质量很差 对 和寒冰抓住 好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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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拍 质量还是稍微差一些 太高了 我们看半路过 一球过往之后是往上走 还是往上走 感觉还是不错 准备到进攻 可能李孝珍还是利用他的反抽 而且过了渔阳的头顶 这球明明是渔阳去扑他 但是他反抽过来了 渔阳头顶出现了空档 韩国队11比6领先 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很好,女人 请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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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麻烦,女人 男人 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 在上海浦东的圆山体育馆 进行的2008年 李宁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今天进行的是四分之一决赛 在现在场内进行的 机场比赛当中 我们在远处可能有观众能够看到 郑波和他的搭档马进 已经离场 他们刚才2比0战胜了英国的一队组合 顺利打进了凤霜的四场 现在在高零退出国家队之后 郑波目前给他配的新的搭档 是年轻队员马进 我觉得在马进这一批队员里头 他还是挺有特点 应该说给郑波配的配手还是比较强 这两盘球这个预队封的这个效果 最后推直线出键 最后推直线出键 现在是在场内的2号场地 要进行本次比赛 男单的1号种子李宗伟和他的队友 马来西亚的另外一位名将 黄宗汉之间的比赛 这两位名将的出场 也在观众席上掀起了一阵欢呼声 前往 慢了一点 在看他的动作歪歪斜斜 应该就是应该提早一点的上网 虽然是渔阳尽最大的这个能力 虽然往前后 对 但是还是慢了一些 8米13 这球鱼洋发的球也非常短 给对方揭发球造成了一定麻烦 9比13连续分 突然发后场 这球中间的配合才会实现问题 因为前后战 不管怎么样 在后面的人一定要 还是要有准备要补位 最后一道 你这个没有意思 认为自己同伴能够拦击 一旦 对方突破了 就是前面的人 后面的人不能没 完全没法 这些河汉冰杀的还是很坚决 夏李孝珍追身 李孝珍这个反派的过渡 没有到位 他也是当李孝大在封网的时候 对脚线一旦他没有保护住 就给自己同伴在过来补位的时候 造成很大的困难 这些河汉冰杀在发迭发上挣了不少分 这一段中国队在发迭发上挣了不少分 前三派的得分很多 所以形成得分比较快 迅速的追到了11比14 比分接近 大迷在发迭发了一个短球 球拍拿得太紧了 现在每一分都非常关键 因为还有几分 16还有5分 可能这一局就要结束 前面已经碰到了球 好球 这个球李孝珍的几个出球 确实是意识显得非常的突出 球也打得很吊 然后偷进那个轮往 就刚刚你说的那个 河汉冰的反派的对角 成习惯出入 所以李孝珍应该打得 已经到第三局决胜局的 应该他对他的这个特点 也是非常熟悉了 联系进攻 反攻 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李孝大这个能力 在这个逾越出去 就球之后爬起来之后 马上起来就杀 对 不仅是他这个年龄 20岁的时候 体能状态比较好 再加上他就冲着了 所以他慢慢年龄增长 李孝珍这个 他可能再过几年也许打不了 就是 不能这么打法 这么打法 他可能要换一种风格 换一种风格的话 他内球可能可以靠经验 可以靠手上技巧 我现在看他很多球就是 完全靠他的能力去理解 他别人可能打出这种质量 发球失误 让韩国队获得了长点 因为球质量很高 压线球 30 20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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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一样跟得非常紧 但是这个球 我们也再次看到了李隆大这个能力 挺远的飞过去的 对 哈哈 两边飞来飞去 能力非常强 常常的移动 又很积极 而且速度非常快 球在底线出界 韩国队21比14上了决胜局 那这样今天这场比赛呢 还是奥运冠军 在面对奥运会同牌的这个 何寒明一扬的时候 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就是韩国队李同大李孝珍取胜 2比1 晋级下一轮 好观众朋友 那么这场比赛呢 就是李隆大李孝珍顺利的晋级半决赛 那么稍后我们将为大家继续介绍 女子双打的一场四分级决赛 由中国队的张亚文赵婷婷迎战丹麦的一对选手 稍后我们再回到比赛现场